现在南台湾正兴起养殖澳洲淡水小龙虾 但是鱼业鼠却说 市面上的澳洲小龙虾都是非法输入的 也呼吁业者不要养殖 以免造成了生态的破坏 台南这有业者跳出来否认了 他表示说 现在在台湾养殖的这个澳洲小龙虾 都是早年进口的 并不是非法输入 小龙虾努力的挣扎 终于把虾壳脱掉 这是澳洲小龙虾 要历经数十次的脱壳才会长大 这里是台南七谷的澳洲小龙虾养殖场 业者采用生态养殖 不但给小虾吃人吃的燕麦 还替鱼温盖被子 那是浮品 它有八层的覆盖面积 夏天的话 我们现在外面的温度35度 可是它水里的温度就只有31度 那冬天的话 不让北风这样吹 它会提高2至3度左右 它有预寒 还有隔热的效果 陈冠周是七股知名的澳洲小龙虾养殖业者 从育苗到养成小虾 再到150克可以卖的大虾 全都一手包办 养出来的小龙虾 大部分都外销中国 甚至也到中国教人养殖 九年辛苦的成果却被渔业鼠说 市面上的澳洲龙虾都是非法输入 它跳出来澄清 陈冠周说 台湾养殖澳洲小龙虾的技术 由于东南亚和中国 中国的虾苗几乎都是台湾这边过去的 政府应该要重视 而不是打压 中国这几年来 在政府的扶植之下 养殖技术快速成长 台湾再不加油 现在的地位恐怕三年之后就要拱手让人 民事新闻旅连线 台南市报道